主料,糯米粉300克,可可皮100克,辅料,绿茶皮50克,绿茶粉10克,温水280克,可可粉140克,牛奶50克,椰姜20克,脏40克,生粉10克,黄油10克,鸡蛋一只,细一绒20克,准备时间10-20分钟,制作时间10-20分钟,用菜人数1-2人。 即原料图,糯米粉与绿茶粉可可粉稍拌,慢慢加入温水,揉匀,分别粘成两个光滑的面团,也融些原料,牛奶与糖,放入奶锅中用小火煮,将糖完全融化后,加入黄油,鸡蛋打散后,加入生粉,搅拌至均匀无颗粒,将涂发原料倒入奶锅,继续小火,用筷子搅拌均匀, 倒入细椰绒,香火,搅拌成均匀肺固态馅料即可,将两种馅料分别捏成约5克大小的圆团,两种面皮也分别均匀分成约20克的小面团,每种面团约做15个,将面皮团做做成小球,捏扁最好捏成深锅状,再加入馅料,包起风口,风口后轻易轴成光滑小圆球, 锅内水烧至沸腾,下入汤圆,并清炊汤圆地面沾底,再盖珊瑚盖大火烧煮,等汤圆浮起,炸大,表示内线已熟,即可关火,在碗里至先加上两勺酒量,倒入汤圆与汤圆水集成,烹饪技巧,大火煮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